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敌人偷袭了呢 快点 给我舅父修书一封 问他表妹莱京 到底什么目的 将军 你可算是察觉到柳姑娘来京城 事出蹊跷了 是啊 这普通女子 很难空手将男子打晕 那天玉瑾 是因为腿麻而落水 回去之后 我检查了她的伤口 果然在膝盖上面 有一个非常细小的针孔 这暗器之道 越小越难 若是能举轻若重 说明修为已经不浅了 我就是想知道 表妹在雍关城 为什么死活都不愿意嫁出去 将军 这西英姑娘自十六岁起 就有无数豪门公子 和青年才俊上门求亲 可她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前期 待人还算有礼数 可自从知道将军 你的真实身份以后 西英姑娘 就越来越发的荒唐了 前一日 还约人家公子 上城门看月亮 第二天 他们却形同陌路 还有一次 有一位星科晋士上门求亲 你舅娘应允下来 可西英姑娘却当着别人的面 嘲讽她穷酸 直接打出门去 她这般无视礼数 贤贫爱妇的举动 传得整个雲关城里沸沸扬扬 于是你舅舅实在无奈之下 才突然将她送来京城 的确 这表妹来府上之后 行为举动 确实太古怪了 将军 这是我半个月前 彻查此事的证人口供材料 还有你舅舅的新笔书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将军 这 叶昭晓儿 自作你也不可活 若不能把你表妹安抚妥当 老子绝不认你这个该死的外甥女 下一步怎么办 表妹 是有备而来 步兵周密 应出奇招 乱了她的阵脚线 需要活力线册吗 如果她不该买